永康街商圈無論平日或週末 都是滿滿觀光客 殖民店家前總有拍不完的等候隊伍 因此讓永康街 成為臺北市店面空置率最低的商圈 房價也隨著觀光客密集區跟著起伏 為永康街六項的這個代售店面 開出了總價一點五五億元 換算下來一瓶大約是六百一十萬 討論在永康街上 相隔不到六百公尺的巷子裡頭 店面的售價是一瓶 大約一百八十三萬 價格差了近四倍 越靠近新一路 店面房價越高 但光是隔了三條巷子 價格也直接被砍半 就是受到行精人潮影響 儘管觀光人潮多 但屬於住宅行商圈的永康街 店家營業時間比較短 到了晚上十一點 幾乎通通打烊 加上大多屬於餐飲類同質性高 平均一名觀光客 只會光顧兩到三間店 所以當地店家表示 開店能撐到兩年 已經很不簡單 它的總價也突破一億元 所以其實在這個所謂市場上面 的一個詢問度上面來說的話 可能相對來說 比較不具有優勢 那當然一方面而言的話 就是永康商圈現階段的 一個市出的店面相對比較少 所以其實很多的業主 他在出售的時候 價格相對都會高一些 店面行情價格落差大 都是取決於人潮走向 但同一條街上的住宅房價 就比較不受影響 畢竟開店就得靠人潮 帶來前潮 人越多地方越值錢 據華昭平謝偉 台北報導 人越尊潮 人越尊潮 人越尊潮